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列表样式变化 这一节呢非常简单 主要是针对一些列表url 大家之前记得吧 对吧 url 然后这样的一个列表样式 大家之前写url的时候都知道啊 前面的都会有小圆点 是不是 有小圆点啊 那再来看看咱们其实这个样式的变化 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圆点进行一些说明啊 好了 副话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开始代码实战啊 咱们上来呢 直接写一个url 标签啊 写一个url 好吧 url 然后呢 例标签对吧 例标签啊 然后我们例 然后呢 这里写杠 例结束啊 好 写完一个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写的东西是不是啊 啊 为了方便一下 我们就不敲字了啊 在这边呢 找到一个呃 新闻网站 要叫iPhone吧 iPhone 里面看 来复制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新闻标题 好吧 来 比如说这一段啊 扛着C 来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里面去 扛着V 粘贴 然后这边都一样啊 然后呢 多复制几个 多复制几个 来 扛着C 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扛着V 扛着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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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着V啊 然后把这个链上放上 放下啊 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列表样式啊 列表样式完了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效果啊 写号之后咱们看一下效果啊 2到07这边右键什么啊 通过打开方式这边写一个啊 找到一个火火轮软器啊 你看 打开默认的列表就这样的 对不对 默认的列表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有个小圆点 对吧 小圆点 如果说我不想让它显示小圆点 那怎么办呢 不想让它显示小圆点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面的一些属性来控制一下 然后在这边加个UR UR啊 然后呢 写一个list list 什么 杠-style 杠-style 不想写的非常简单 那啊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最常用的 就不显示小圆点啊 什么都不显示 你看刷新看一下 所以就不显示了 对不对 这咱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效果 叫list-style 这其实是一个简写的方式 是简写的方式 你看咱们的笔记里面吧 直接标记了 这是个简写的方式啊 至于它的一些细致的写法呢 这边会有一些标记啊 然后使用list-style-type 规定这个小圆点倒是什么形状的啊 也通过这个的方式 比如说你看这个skill 这个circle circle大家知道是原的意思 对吧 sql呢也是方的意思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呢 通过它来修改一下 把这个地方来注视一下 注视一下 注视之后呢 这边再来写啊 list 然后呢-style 是不是啊 -什么-type 然后呢什么 sql sql 对不对 sql 这样你都会写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是什么样子 你发现这是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小的正方形啊 对吧 小的正方形啊 所以说可以通过这个来修改它的一些样式啊 样式的变化 除了这些呢 还有这样一个效果吧 upper roman 对不对 upper roman lomalpha 咱们可以简单用一下这个效果吧 upper roman 啊 复制效果 c 然后呢 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地方找到它啊 改一下这效果 直接敲吧 up up什么 杠 然后loman 看一下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来照片一下咱们的浏览器啊 留下哎 这什么 是不是像那个啊 这个罗马文对不对 罗马文啊 roman就是罗马意思对吧 呃 其实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 url的效果啊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特殊字符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还可以用一些啊 图片的标记啊 图片 使用list style 然后呢 -image list style-image 你把这段给去掉好吧 去掉了啊 直接写了list-style-mage 对吧 mage image emage 里面直接写什么 ur 指标到它的地址啊 我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小的图标 就叫百度点 go pc 看没有啊 这个是百度的小logo啊 然后呢 我直接用它来作为一个标识 看一下好不好使啊 百度点什么 go pc 好像还是保存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浏览器看一下效果 你发现是不是这边都统一含有这样一个图片 做一个处理了 对吧 好 好这就是咱们今天列表样式的一些变化啊 那边要什么的非常简单 这个呢很快就能学会啊 但是说之前呢 我们提合之前的一个什么 lan hat 来调整一下这个列表的行高看一下行不行 你看 比如说我采用50像素 50像素 咱们刷新一下浏览器看一下 你发现是不是也可以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啊 list style 也可以用的列表列表去使用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吧 本节课呢就结束了 然后呢继续下一节的学习 我觉得也是可以试图的 这个东西 这样做的 就是做一次